人得寿命 虫子也撑了过来 那样的虫子就有资格成为母虫 享受专门的人给它当饲料 这也就是虫人的由来 而如果它还能闯过几次进化关 就可以成为母虫了 母虫就能稳定的给人提供寿命 理论上母虫不死 人就不会死 但事实上 这中间还需要一个关键的东西 没有那个关键的东西 母虫只能保证人 可以活到250岁到300岁之间 由此可见 黑眼苗寨的长生 也有很大的局限性 能进化到最后一步的幼虫 是多么的珍贵 由于捕花和虫子 有一种特殊的感应 他们之间能交流 所以在寨子里 取幼虫的工作 一般都是交给捕花负责的 进化到最后一步的幼虫 虽然珍贵 但捕花每一年总会遇到一两次的 所以这一次 我会让他和虫子的富人 生死的时候 由于和虫子能有特殊的感应和交流 捕花取幼虫可不像寨子里其他人 要预先用巫术做很多手脚 要提前做很多预防 他唯一需要的就是交流 然后就能顺利的让虫子破体而出 飞到他的手上 然后才交回去 由那些老妖怪做一些处理 控制住虫子就行了 妇人身体里寄生的紫色虫子 被成功的取了出来 就一如以前很多次 捕花只有看到虫子的时候 脸上才会有一丝表情的变化 他轻柔的摸了摸虫子 眼中流露出一丝温柔 对那个倒地而亡的妇人 却没有任何的感觉 取到了虫子 按说捕花就应该离开牲口村了 可是走到村子口的时候 他却被一阵 贺骂嘈杂的声音给吸引了注意力 但所谓的吸引注意力 也只是稍微转了一下目光 捕花就要离开 可也就在这个时候 牲口村的那些人却出人意料的 都朝着那个地方围了过去 寨子里的苗人 当然是认得捕花的 于是有人喊着 圣女这些牲口要造反了 请你帮忙 捕花只是稍微犹豫了一下 终究还是朝着那群人走了过去 他不在乎这些人在争吵什么 也不在乎他们围过去是为了什么 甚至连所谓的造反捕花也不在乎 他只是想到了一点 这些人是培育虫子的 如果没有了他们 虫子就没有了口粮 这一点就是他回去帮忙的全部原因 捕花是相当有地位的 这个地位不只是在寨子 牲口村的人也知道这个女人是寨子里最大的人物 这些人并不知道老妖怪的存在 捕花走进人群的时候 没人敢说话 这个村子里的人都被下了谷 他们的命脉掌握在这些苗人手中 刚才那样的大声喧哗 已经是他们的全部勇气 只因为他们身体里有重要的虫子 这些苗人或许不敢用那可恶的鼓处死他们 可是这个冷漠的 所谓圣女却是毫无心理压力的 人们自动让开了一条路 捕花走到了人群中间 在人群的中间断断续续有哭泣声传来 可捕花看也没看一眼 他只是朝着人群说了一句 各自散开 否则就死 人们望着捕花 欲言又止 但却在这个时候 一双手抓住了捕花的腿 一个挨挽的女子的声音传到了捕花的耳朵里 求求你 我求求你 我可以为我儿子承担那个虫子的 不要在他身上这样 捕花没有表态 这时候有寨子里的苗人惊恐的拉开了那个人 抓住捕花双腿的女人 并且惊慌的说 这些人是才被弄进村子的 不懂规矩 圣女大人见谅啊 他们知道捕花的性格 一有不愉快是毫不留情的 也许不会杀人 可是迁怒啊 惩罚啊 却是不少的 可罕有的 捕花打亮了一番那个女子 又看了看她口中的那个儿子 然后忽然开口问着 你不怕我 面对捕花的问题 那个女子竟然真的没有丝毫畏惧 她哭着说道 为了我儿子 我什么都不怕 我只希望她能正常的生活下去 你要承受两颗重乱 你不会活过五年的 捕花认真的对那个女子说着 那女子眼中流露出一丝畏惧 不再说话了 可转身不停的抚摸着自己儿子的头发 这一瞬 捕花眼神一冷 一抹冷笑浮现在她脸上 谁也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只有一个跟随捕花而来 平日里负责照顾捕花生活的苗女 吓得微微颤抖了一下 她太熟悉捕花这个表情了 一副果然如此 如我所想的样子 而她露出这个表情 这对母子断然就不可能有活路了 那个苗女啊 其实有些同情这对母子 虽然她们是汉人 可是与她又有什么关系呢 她也只是一个普通的苗女 不奢望长生 也不奢望权力 只求一生安稳幸福罢了 气氛凝固在这一刻 谁也不知道沉默的捕花 会做什么样的决定 可这个时候 那个女子再度开口说话了 她说 我算了一下 五年我儿子也十三岁了 我想十三岁 她能独立做一点事情了 没有了我也是可以的 这一下 捕花的脸上终于有了一丝不一样的变化 她忽然转身就走 然后说到 就按照她说的办 把以后要放在她儿子身上的虫卵都放在她身上 连捕花自己也不知道 从这一刻开始 她的心坚硬的冰层 出现了一丝裂缝 从此以后 捕花有了些许的变化 她会控制不住自己 经常去那个牲口村 查看那两母子的生活 有时 是直接去问负责那片村子的苗人 有时呢 是自己站得远远的看着 在牲口村的日子 是很苦的 每个人的口粮有限 而且 而且无所事事 且没有自由 物质上的缺乏 精神上的空虚 就如同两把锯锤 可以活生生的锤垮一个坚强的汉子 但是 这两母子不一样 那母亲脸上 没有什么绝望的神色 常常是安宁的 捕花不止一次看见 每当这个母亲的目光 落在自己儿子身上时 都会有一种异样的满足 捕花不明白 为什么自己喜欢远远的 去观察他们 仿佛他们的生活中的一切 都是自己喜欢溃探的秘密 日子就在这样细微的变化下 又过去一年了 很快又到了早春的世界 这一天是捕花的生日 一个他毫不在意 甚至有些排斥的日子 虽然他说不上是为什么排斥 在这一天的一大早 他以为他会像以前每一年那样度过 那就是什么也不做 和平常一样陪着子子 可是到了黄昏的时分 他总是想起那对母子 想起他们吃饭的时候 母亲会努力的让儿子多吃点 自己一副吃饱了的样子 其实他们的口粮有多可怜 捕花是一清二楚的 他也总是会想起在一个晚上看见的场景 那个母亲安静的 在微弱的灯光下 为自己的儿子缝补一件原本就破破烂烂的衣服 他那个时候就站在院子的围栏外面 忽然就流泪了 虽然他不知道为什么哭 想起这些 他总觉得自己心里有些烦躁 终于他走出虫洞 夜里十点 整个寨子都很安静的时候 走到了寨子里 不化原以为自己会回到自己的屋子 也以为自己顶多就是心里烦闷 想走走而已 可是呢 他竟然不知不觉的 走到了自己以前的家 他的父母当然还在 但由于他的态度 自然村子里的人也不敢过多的亲近他们 他们在寨子里活得就像边缘人 也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 没有再要孩子 出人意料的 他家里灯光还亮着 他听见了撕心裂肺的咳嗽声 是那个 他应该叫做父亲的人 然后 他也听见了 那个他该叫做母亲的女人说话 哎呀 怎么又咳嗽厉害了 你老了 打不动裂了 我们还要上脚给寨子口粮 去养那些村子里的人 给你去找乌医大人抓药 就靠那几个鸡蛋了 你硬要留下 这边 男人的咳嗽好像平息了一些 他喘息着说 啊 平日里呀 也就罢了 但今天呢 是不花的生日 我总想着 煮几个鸡蛋给他 他小时候啊 就盼望着生日的时候 一天可以吃两个鸡蛋 男人深深的叹息了一声 那女人就说着 每年我们都让人帮忙送去 可每年总是动也不动的就退回来 她是不会原谅我们了 说不定以为我们是巴结她 这样坚持也弥补不了什么了 听到这里啊 不化忽然觉得自己听不下去了 整颗心就像被手帕包着 然后又有一双手在使劲的拧着那手帕 疼得慌 她是不敢听下去了 那个时候的她 没有思考过很深沉的问题 就是本能的逃避 因为任何人的世界观被颠覆的时候 首先面对的就是自我否定的痛苦 想努力证明自己是对的 不然就是逃避 不化陷入了迷茫 陪子子时也开始有很多时间发呆 子子仿佛对于一切的感情都不屑一顾 有一次不化尝试着对她诉说内心迷茫的时候 换来的只是子子的一个思想表达 蝼蚁的感情都是可笑的 他们的生命连目的都没有 眼光也很狭窄 他们有什么值得讨论的 换成以前 不化一定会深以为然 可是这一次 她却久久的不愿意回应 是真的没有目的 且可笑的吗 那那个母亲是为了什么 会有那样满足的目光 迷茫的时间是痛苦的 不化再次变了 她以前只是冷漠 没有感情 到了现在却变得孤僻 爱一个人发呆起来 没有人敢去询问什么 敢去询问的人 就比如那些老祖宗 却对这个漠不关心 在有了长生的追求以后 除了关于圣虫的一切 没有任何事情是值得关心的 不化想不出答案 也不甘心 不敢就自我否定自己的世界观 她想着再一次再一次去看看那两母子 或许她能知道一些什么 或者 这只是借口 她只是单纯的想再去看看那两母子 于是不化走出了寨子 再一次下山了 依然没有人敢询问或者阻止她的行踪 她再一次到了那个村子 静止走到那两母子居住的地方 和往常一样 她喜欢站在离那母子俩院子不远的一棵树下 透过那稀稀疏疏的栅栏 远远的看着他们 但这一次 她发现了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她没有看见那两母子 却看见一个男人站在院子里 那个男人看上去很普通 普通的身材 普通的样子 甚至 有一些像一个中老年的农民 她穿一件江洗的发白的衣裳 就那么随意的站在那里 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洒脱 让人感觉她站在那里也那么自然 让人眼光移不开 过了好半晌 不化才回过神来 怎么是一个男人站在那里呢 那两母子呢 不化觉得自己很愤怒 很慌乱 就像一个失去了很重要的东西的人一样 在失去以后才发现 那个东西已经 中进了她的心里 一旦失去 仿佛整个心灵都空出了一大块 她不自觉的朝前走了两步 想询问那个男人 那两母子呢 又觉得应该把管理这个村的苗人 拉出来问问 那两母子去了哪里 可就在这个时候 那个小孩子从屋子里跑出来 然后微笑着对那个男人说了一句什么 接着 那个女人也出现了 只是微笑的看着这一幕 不化疑惑了 却不想那个男人的目光陡然转向自己 忽然用很大的声音喊着 你站在那里半天了 其实你可以进来坐坐的 在这个村子里 谁都知道捕花的身份 没有敢这么随意的对捕花说话 加上这个村子的人畏惧苗人 他们哪里又敢邀请苗人到自己屋子来呢 捕花的心里 涌出一种不知道是什么感觉的特殊的滋味 一时间有些犹豫 他倒是没有思考什么身份的问题 只是一直以来 他都是一个远远的偷窥的人 忽然要近距离走进别人的真实生活 他又有些不敢了 就在他愣神的时候 那个男人已经走到他的面前 捕花有些吃惊的看着那个男人 他是这么过来的 怎么那么快呢 下一刻 那个男人就开口说话了 我听小鹏说 常常看见你站在这里 我想你是在看他们吧 那你和不近一点去了解 你在害怕什么呢 那个男人脸上有一种说不出的沧桑 那是岁月的沉淀 可是眼眸却清亮干净的 如同一个孩子 让人觉得很不一般 捕花下意识的就问 你是谁 我 那个男人 微微的一笑 他说 我是老李 前几天 才支开几个徒弟 到你们这里来看看的老李 这个男人的自我介绍很奇怪 让捕花满腹的疑问 牲口村 是什么地方啊 进来就出不去的地方 竟然 还有人说 来这里看看 他说他有徒弟 莫非是个民间的武师 捕花在寨子里地位颇高 从小就受到了很好的教育 而且呢 也去过好几次外面的世界 也算是有见识的人了 很快呢 他在心底就开始暗暗猜测老李的身份 老李却不以为然 对捕花说 你真不进去 说完 转身就走 面对这样一个怪人 好奇心 从来就不大的捕花 第一次产生了巨大的好奇 加上那母子的生活 原本就是他向往 而不敢接近的所在 这一次 仿佛这个怪人 给了他一个明目张胆的借口 不自觉的捕花的脚步 就跟随着那个怪人 慢慢地走进了那对母子的家里 那一天 是捕花生命中 从没有过的温暖体验 他发现最简单的饭菜 最贫乏的生活 原来可以那么的幸福而充实 他有些惊慌地觉得 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微妙感觉 不是他和虫子 包括子子相处 能带来的 难道 自己错了 当一晚明月浅浅挂在天空的时候 捕花觉得自己应该告辞了 他觉得自己的内心好像有了一点答案 也有了一点嫉妒 为什么如此好的亲情自己不能拥有呢 这种嫉妒的情绪 是捕花以前从来没有过的 因为在以前 他并不在乎自己是否拥有 经过了一天的相处 那对母子对捕花没有了最初的畏惧 那个小孩子甚至舍不得捕花 缠着要他多留一会儿 这对于平常人来说 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 却让捕花的心里头涌出了一股暖流 被人真诚地叫着多留一会儿 那是一种被需要的感觉 在踏出房门的时候 捕花的脸上有了一丝淡淡的微笑 那个叫老李的人 跟随着捕花走出了屋子 在这一天里头 他几乎没说多少话 捕花呢 也只是从那对母子口中得知了一点他的来历 说是忽然就出现在这个村子里头 原来就一直睡在母子的屋外 这善良的母亲到底不忍 就让这个人住了进来 在这个村子里 没人会说什么闲言碎语 因为没人在意 生活的绝望 让大多数人都是疯狂而随意的 只要不触犯苗人定下的规矩 随便这些人做什么 所以呢 这也是那位母亲 有勇气收留老李的原因 不过这个老李也很规矩 没有半点愉悦的举动 甚至不消耗他们的口粮 反倒是常常带回一些猎物什么的 与这对母子分享 在空闲的时刻 还会教这家的孩子识字 这对母子很是喜欢这个老李 月光下头 老李就在补花的身后 补花不说话 他也不说话 在安静的夜里 就只听见 嬉嬉琐琐的脚步声 气氛 有些怪异 补花终究是耐不过老李的 他停下脚步 望着老李问道 你不是普通人吧 或者 你是一个处心积虑 要来报仇的武师 补花虽然冷漠孤僻 但不代表着他笨 对于老李 他有诸多的猜测 其中 他认为最合理的猜测就是 这个人 有什么亲人死在了牲口村 然后这个人通过千辛万苦的调查 找来了这个 几乎与世隔绝的地方 悄悄观察了一阵子 决定通过那对母子 来接近自己 接着展开自己的报仇计划 在补花的眼里 普通人的力量 就算是武师的力量也是可笑的 在绝对实力的对比下 他干脆选择了一种直接的方式来戳破老李 这个人要做什么 与他无关 他也不想掺和 他甚至不会动手去解决这个人 因为这个人要挑战寨子 终究会付出代价 因为在寨子里的历史里 不是没有这样的故事 面对补花的直接 老李笑了 他说着 我不是武师 我是一个道士 我来这个寨子不是为了报仇 是我终于查到了一件事情 那些虫子在你们寨子 所以我就过来看看 看看他们进化到什么程度 在以后 我的徒弟能不能消灭他们 这一次换成是捕花愣住了 他当然明白老李口中所说的虫子 指的是什么 因为 这寨子里 只有一种特殊的虫子 那就是圣虫 这个人开口就说自己是道士 追查虫子 他说的 总不可能是蚊子苍蝇什么的虫子 这个时候 捕花心境虽然有了一丝变化 但与他感情最深的 无疑还是虫子 老李的话简直是在挑衅他的底线 他笑了 只不过是不懈的冷笑 他开口说着 为什么是你的徒弟 而不是你亲自动手 是要匡扶正义 就不该假守他人呢 与此同时 捕花已经下定决心 他回答以后 无论他回答的是什么 自己都会杀了他 捕花在寨子里的地位 虽然有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他能和圣虫沟通 但事实上 他也是一个巫术的天才 对古术也有涉猎 杀一个不知所谓的道士 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 面对捕花的问题 老李摸了摸鼻子 有些无奈的说 我很想亲自动手的 遗落在这个世间的一切 我都想亲自动手去清除 无奈天意不可揣测 我和某些东西都来自一个地方 出于某种原因 我不能亲自去动手收了他们 他们也不能对我有任何作用 或者是伤害我 你说怎么办呢 所以就只能叫我徒弟动手了 不属于这个世间的东西 就该消失 不论是何种消失 总之是不能存在的 听闻老李的话 捕花的脸上终于有了一丝震惊 因为他说不属于事件 他说来自同一个地方 这些话蕴含了太多的内情 而偏偏是整个寨子里 唯一知道这些内情的人 就比如子子说的 故乡只有他一个知道 下意识的捕花就问 你们来自什么地方 老李很直接的对捕花说 昆仑 昆仑 捕花不由的倒退几步 巫族的历史渊远流长 传承到现在 寨子里也有很多神秘事情的 历史记载 捕花无聊的时候 也会翻开这些书 他是知道昆仑的 那个最神秘的 可又是最接近普通人的所在 他的脑子里闪过很多念头 他很想说这个道士是胡编乱造的 可是 他辩驳不了 因为子子不也曾说过 他的故乡是高尚的存在 不是这片大地能比较的 我知道你想杀我 但是我劝你不要动手 你杀不了我 反而会让我们的谈话不顺利 老李这样对捕花说着 捕花望着老李 一时间有千言万语 也不知道从何说起 老李却背着双手 对捕花认真的说 其实虫子无所谓恶 也无所谓善 昆仑也不一定代表高贵 那只是 你可以理解为 只是一种适合更高生命形式生存的地方 人要吃饭 人要吃肉 这是为了生存 而狮子老虎在饥饿的时候 也会吃人 那也是为了生存 你说这是谁对谁错呀 没有对错 这只是天道的法则 也只是自然之道 暗含平衡 那么虫子呢 那虫子需要人的生命力来进化 成长 也是为了生存 所以我也说 他无所谓恶 无所谓善 捕花有些无力了 面对老李 他是第一次对人有一种 看不透的无力感 他一边说和虫子来自同一个地方 一边又说 要让徒弟杀了这些虫子 可接着 可接着他又说着根本不是一个人类该说出来的离经叛道的话 说吃人的虫子也无所谓恶 无所谓善 他究竟是想表达什么呢 面对捕花的无力 老李却不以为意 跳上一块大青石 举止间说不出的潇洒 他又接着说 可是这虫子不属于这个世间 它的出现是对平衡的一种破坏 这世间的法则也就不会容下他 所以他必须消失或者回去 说到这里 老李顿了一下 望着捕花说 就像人 可以为肚子饿而吃肉 可以为自身必须的需要而猎杀 但如果因为自身的欲望而无止尽的索取 这平衡也终究会被打破 天道法则 不会因为谁聪明强大就偏向谁 希望自身有灵的人 已经受尽上天宠爱的人 也会醒悟 捕花有些不能完全理解这个男人的话 只是觉得他在月光下 青石上的身影 有一种说不出的力量 而他的话也不自觉的让人信服 带我去看一看虫子 仅此而已 接下来的岁月 你要做出一个选择 选择虫子 还是选择人 如果你选择的是人 我们在以后还会再见的 老李望着捕花说着 捕花最终鬼使神差的 带着老李去了虫室 见到那些虫子 就如老李所说 他只是见了见这些虫子 并没有动手做什么 在临走前 老李交给捕花一个瓶子 他对捕花说 这瓶子里是一种特殊的东西 为给虫子以后 可以让虫子在以后的进化成长里头 能力变得相对衰弱 大概会衰弱六成左右吧 你若选择了虫子 扔了它就是 你若选择了人 就给虫子喝下 只需要一滴 放入一盆清水里头 就足够给一只虫子喝了 这瓶子里的分量 刚好够虫室里的几只母虫 并且它们喝下去以后 产下的虫卵 不会再具备进化成母虫的能力 捕花很想扔了这瓶子 可不知道为什么 他又抓紧了瓶子 用力道指关节发白 他又涌起了那种感觉 面对这个人无力的感觉 总是会听他的话 依照他所说的做 仿佛他的每一句话 都充满了神奇的魔力 让你不惜冒险 带他进虫室 让你明明很想扔掉这会害了虫子 害了寨子的药 却又觉得不该扔 偏偏你可以清楚的感觉 他不会对你说一句谎话 甚至是一句蛊惑 鼓动的话 他是那么直接的提出要求 也非常尊重你 给你选择 就在捕花沉思的时候 老李已经转身想走了 只是捕花听见他叹息了一声 说了一句 这个药 也会让虫子因为虚弱 少吃掉一些人 虽然无所谓恶 无所谓善 虽然时候未到 虽然那也是那些人的原法 可我毕竟还是人 我也不能太讲究个原法 太讲究个道 捕花望着老李背影 他就问 你不是说 不能对同一个地方的存在动手吗 老李头也不回 身形已经渐行渐远 他说 我没有动手 我交了一把刀给一个人 说清楚了刀会伤人 要杀或者不杀 是那个人的选择 不是我 你不怕我扔了这瓶子 那只是你的选择而已 你是不是算透了我 你是不是用了什么方法 蛊惑我 哈哈哈哈 老李只留下一串笑声 整个身影 却随着距离 已经完全融入夜色 看不见了 信到这里 我们师兄妹几个已经非常的激动 原本师祖竟然是真的来自昆仑 原来师祖在很久以前就布了一个局 削弱了虫子 我就说 在明朝大能进出的年代 都没能灭了这个可恶的虫子 怎么到了现代 我们却能消灭了它 原来 他们早在很多年前就被我师祖不知不觉的给削弱了六成 可是还是有很多谜题盘旋在我们的脑子里 就如我们从来不认为师祖会是昆仑上的仙人 高宁所做的一切 又是怎么回事呢 要知道这一切的答案 只有继续把信看下去 信很长 整整十多叶纸 高宁仿佛把一生憋着的没说的话都倾注在信上了 但接下来的内容 虽然容长 但不是太观紧要 主要诉说的是补花 也就是高宁奶奶心境的转变 在这其中 她经历了那对母子中母亲的死 来不及挽救陷入自责 经历了和父母兵士前嫌 经历了和寨子里一些善良的人成为朋友 总之 她在年幼时体会到了人性的恶 到成年时 却也意外或者是必然的体会到了人性中的善 她是一个特殊的人 因为人们往往都是先体会善 然后才在生存生活的跌跌撞撞中去体会恶 她是把这个过程反过来了 但无论如何也说明了一件事情 这个事件没有绝对的恶 也没有绝对的善 一路走来 你总会体会到一些人性的本身 剩下的就如高宁奶奶捕花所做的事情一样 一个选择罢了 选择你的心要走向何方 总之 人的温暖 虫子越来越明显的无情 让捕花终于选择了人 她用了那瓶子药 然后那一天 虫子都集体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虚弱状态 甚至出现了一种奇特的影响 母虫陷入虚弱之后 开始吸取幼虫的力量 那一天 死去了很多幼虫 甚至还有一些是有潜力的幼虫 这么大的变故发生 寨子里当然陷入了一团乱 开始追查 捕花无奈 她只能顺着那个机关洞逃出了寨子 在这其中 发生了两件事情 第一是捕花的父母 已经去世 她也算无牵无挂 不连累任何人 逃出了寨子 第二件就比较神奇 捕花是选择从子子那个虫室逃出的 在那一瞬间 子子沟通了捕花 传递了很多信息给捕花 才有了后来高宁的一切 捕花和虫子的交流 不同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更具体一点形容 这种交流 就是直接的心灵交流 所以才能在一瞬间传递大量信息给捕花 而这些信息 我们看信以后推断 捕花连我们的师祖都没有告诉 但我们师祖老李又是什么人呢 身兼五脉 而且每一脉的修为都到了很高的程度 就如他会算到 就如他会算到捕花有了心灵的漏洞 是消灭虫子的一个契机 就如他会算到捕花他会选择人 就如他会算到捕花的后人会步入歧途 留下一张金色的封印了天雷的符路 这就是我们的师祖老李 捕花又从子子身上得到了什么讯息呢 高宁在信里头记载的一清二楚 那就是子子让捕花不要忘记承诺 要和他一起回到故乡 他告诉捕花 由于受到了削弱 他自己已经进化不到某种回故乡的程度了 就算他们每八十年 母虫进化之时 找来充满灵气的鲜血也不行 他必须要和捕花进入一种神秘的共生模式 才能突破桎梏回到故乡 他告诉捕花 回到故乡以后会有很多神奇的办法 又把他和捕花分开 最后他请捕花一定不要忘记承诺 捕花顺利的逃了出来 把子子告诉他的一切 都埋在了心底当成了最深的秘密 从某种角度来说 捕花是和子子一起长大的 他们之间的感情到了很难衡量的地步 捕花就算最后选择了人 那也不代表他对子子的感情就会磨灭了 我无法去揣测捕花一生的心灵诡计 只能说他心里一定怀有对子子的内疚和某种遗憾 所以他没把这个秘密给我师祖说 所以当极有无数天分的高宁出生的时候 他将死之时 他告诉了高宁这一切 在信里 高宁提到 奶奶曾说过 子子虽然是一只圣虫 可是子子从来没有骗过他 也一直庇护着他 他让子子失去了回故乡的机会 心里是难过的 他不曾要求我去和子子融合 只是挂念让他要求我答应 一定要去探望子子 并且尽可能的帮助他进化 由于我是巫术的天才 我的精血也是有灵之血 直到现在 我融合了虫卵以后 越来越觉得 子子可能骗了我奶奶 没有什么共生吧 有的只是垫脚石 该死的虫子 幸好我对他没什么感情 挑过中间这一段高宁的字述 高宁又在信上写了一段往事 因为老李再次出现了 这一次已经是上次见面以后 十五年了 那一年中国解放了 那一年高宁的奶奶已经化身成了一个普通的汉人女子 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 有了自己的家和孩子 那一年 仍然是老李一个人找到了补画 和上次的见面不同 这一次的老李显得分外的虚弱 但是他并不憔悴 那虚弱是他骨子里流露出的一种感觉 这一次 这一次老李交给了补画一个盒子 这个盒子就是高宁用来给我放心的盒子 那盒子里 不用说装的是一颗神秘的虫卵 和我们一开始预想的不一样 并不是那什么恶魔虫的卵 而是另外一种神奇虫子的卵 看到这里 我们长舒了一口气 因为一开始 我们就百思不得其解 师祖为什么会带着恶魔虫卵来找补画 难道师祖也和恶魔虫有什么牵扯 事实证明 原来不是 是我们想差了 补画再一次看见师祖 心里是震惊的 他不是震惊能和师祖再次见面 而是震惊怎么师祖那样的人也会虚弱 师祖没有给补画解释什么 只是直接递给了补画那个盒子 他说 温养灵魂是最不容易的 就如人被伤神 只是伤到了灵魂力量的其中一种 也很难温补 知道你为什么能和虫子沟通吗 是因为你的灵魂中的感应力 特别的强大 你能进行更高一个层次的交流 精神交流 和普通人不行 因为阳身锁住了普通人的感应场 和普通的动物什么的 更不行 他们的灵魂比起人类都弱小了很多倍 更别提和你交流 只有虫子 来自更高等的村子 所以你才能和他交流 因为他也够强大 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 补画很奇怪 他不太相信老李那么多年以后再见他 并且在人海茫茫中找到他 就是为了来告诉他这个 你的能力来得很特别 但其实是一种择合而鱼的能力 也就是说呀 你的灵魂并不是强大 只是普通 但由于某些原因被刺激到 然后集中灵魂的力量发挥出了这种特别的能力 就像一个人在某段时间耗光了他一生能赚的钱